我是玉小二 美食策展人 平时一直用陈皮加普洱泡茶喝 泡剩下的陈皮普洱味道不是那么重 香味恰到好处 用来炖牛奶非常不错 陈皮先用热水洗去浮沉 普洱装入茶袋 和陈皮一起煮开 除了泡过的陈皮和茶包 做这道菜我们还要用一些茶汤 牛奶切块 配料会用到切片的生姜 大蒜 干葱头 以及切小段的干辣椒 牛奶焯一下水 撇去浮沫 捞出备用 起油锅 先下配料炒香 然后放牛奶 翻炒一会儿 再加米酒 茶汤 少许冰糖和生抽 盛皮和茶包也一起放入 给一点盐调味 煮开后 移入高压锅 上汽后转小火 压二十分钟 等肉酥烂后 挑出牛奶 滤出汤汁 最后开大火 收一下汁 勾一个薄芡 这道陈皮普洱炖牛奶 鲜香入味 多汁也不腻 多汁也不腻 Keller 冷酱 寒酱 手 托斯 垃圾 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